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政府和外國討論恢復往來的時候 都會考慮當地是否出現變種感染病毒的個案 葉妙報導 第一次有變異病毒流入社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政府和醫護人員都關注這件事 又說和外國討論恢復往來的時候 有沒有變種病毒個案都是考慮的因素 它傳染力是高很多的 第二就是病發期未必是很能夠預測 因為很多時候連所謂病徵都沒有 所以一直以來我們都緊張 在和我們討論任何通關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會留意這兩方面 我們很緊張就是其他地方 會不會有尤其是這些變種病毒 邱騰華又說和新加坡討論的旅遊氣泡 基本的保護條件不變 包括旅客出發和到達之後都要做檢測 由轉機接送往返的人士 機組人員在過去一段時間都不可以飛其他行線 至於恢復本地遊 旅遊業界都肯打疫苗 但如果有從業員不可以打 都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他就做72小時的核酸測試 現在來說這類的測試周圍都有了 這個都是一個保障來的 對他自己的保障 確實知道他出團的時候是不會有染病 是吧 業界都接受這件事 如果他是參加單一日的一個活動 你叫所有的參加者都做完這些不接種 確實是未必可以做得到的 他說政府很關心旅遊業界 除了早前近26億的財政支援 當局亦都會想辦法協助他們繼續營運 有線電視記者葉苗撥到